轰的一下,两股巨大火焰喷在了汽车玻璃上 你现在看到的正是老外改装的汽车喷火装置 由于在冬天寒冷的季节,既是不下雪 车窗玻璃上也会结上一层白白的雪霜 这让着急上班的老司机十分难受 相信大家都曾用过硬纸卡片刮 这效果是立竿见影了 但手却动得不听了实话 而要是用上热水胶 就还要在暖暖的被窝里早起一小时提前烧上热水 显然对于屏幕前的小伙伴来说 内心是拒绝的 于是为了能够既快速除冰 又不让自己挨动 老外便脑洞大开地做起了除冰装置 在一开始,他只是利用长长的管道 将汽车后方排出的尾气输送到玻璃前 用热气将冰雪融化 虽然效果不错 但尾气排放出的烟雾也让一旁的人难以接受 之后他便想到了可以用火来除冰 就这样一顿暴力改装开始了 将带孔的钢板切割下来 为准备好的链机装上螺丝 所有二指合为一体 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出相同装置后 给它们连接上电池 一个简易版的自动点火装置就诞生了 紧接着将它们安装在汽车引擎盖的背面 在中控台钻出口 通过电线实线连接后 把开关设置好 然后把易燃液体挂入装玻璃水的地方 接下来见证其具的时刻到了 在按下车内的按钮后 火焰瞬间喷出 随之冰雪立刻融化 如此霸气又好用的装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